季老师 你没事吧 季老师 你怎么会来 我敲了半天门 看你也没打开 我就怕你出事 你要是不喜欢我这样进来 我就退出去了 我没事 我有事 你要我脸干吗 痛啊 我现在扶你醒了 你发烧成这样 我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 不用 今儿熬夜引发地烧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这种送分体 我怎么会选错 干吗 干吗 我就是看你不舒服 想让你清醒一下物理降温 就没有别的办法 有啊 不过降温的第一步就是透气散热 所以你得先把衣服解开 你别那种眼神看着我 我对你衣服下面的样子 一点兴趣都没有 是吗 嗯 过来 然后呢 然后用酒精和棉花擦拭身体 谁来 这 这个我不行 我不行 这个对我来说太刺激了 下次说大话以前 记得想清楚后果 没有 你怎么会怎么办 你就是自己的朋友 没什么 你怎么办 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现在呢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打我都可以 但是今天我不会离开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我这儿是独一份 跟别人都不一样 二次元也不行 这几天我宅在家里 想清楚了一件事情 比起游戏角色 我更喜欢真人的你 只限于你 其他人在我眼里都是闲鱼 我说完了 说实话 我没听懂 不过你大概的意思 我了解了 下不为例 孝老师 你真的不生气了 那你要不要我去腰店 给你买点酒精棉花 退烧药的 还有 你现在肚子饿不饿 要不然我出去给你买点吃的 闭嘴 安静看这就好